大家好,我是爱画画的轻衣 今天的视频呢,是接上一个绣球画的视频 开始进行接色 我们上个视频呢,已经把绣球画的暗面和灰面找了出来 现在呢,我们用红色还有青色,非常浅的颜色去进行接染 接染的时候呢,大家去注意一点就行了 就是在中间的地方啊,就是这几个比较大的这个花呢 还有就是靠近中间的这几个花,一定要仔细的处理一下 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主次关系 就是中间的呢,是主要的 周围的是次要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其实就跟我们去看电影 有男一号,有男二号,有三号一样 对吧,男一号为什么好 是因为男二号比较坏,对比的 所以讲呢,这个绘画呢,它也是有对比的 你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颜色涂亮一点,涂得细腻一点 然后呢,把周围的这个颜色呢,涂灰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对比,有一种层次 这个就是主次关系 涂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每一个花瓣啊 千万不要漏掉 周围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大致的处理一下就行 咱们把重心呢,还是放在中间的几个花瓣上面 技法呢,完全都是这个接染的一个技法 比较简单,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被这档株的花瓣呢,一定要颜色稍微深一点 在上面的花瓣呢,就是颜色浅一点 这是第二个视频 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个 我们小伙伴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往上翻,也可以往下翻